五號開始將展開史上最硬較招後 現在義務役是否延長為兩年 再成為新的熱門話題 連國防部長都承認恢復義務役 確實有考慮 尤其在五二交戰後 我國軍戰力備受關注 恢復義務役聲浪四起 甚至點名女性也能扶兵役 不認現有戰力有問題 但立委認為擴增兵源 應該更積極 強調打仗不是玩假的 但面對瞬息萬變的台海局勢 萬安演習擬真信 也被放大檢視 從五二交火後 台灣除了展現嚇阻中國入侵的決心外 從國軍兵力到國防演練 也一一被重新檢視 進行我們黃宣芳 方伯鋒採訪報導 蔡英文